那大家晚上好 欢迎大家来参加今天晚上 SubG的进阶课第八期的 第五次的Office Hour 那已经来到直播间的同学 可以修改一下自己的历称 改为学号加姓名 那Office Hour呢是帮助大家 来集中的解决学习中遇到的问题 并且和老师助教有一个互动交流的机会 那每周会组织一次 时间在每周五的晚上八点 所以大家如果有学习的疑问 都可以带着你的问题来准时的参加 那我们今天的直播答疑呢 会分为两个部分 那第一个部分就是我们的助教的一个技术分享 那技术分享会包含课程回顾 作业解析 以及学习资料的推荐 那第二个部分就是我们的QA的答疑的环节 会由主养老师和我们的助教来给大家答疑解惑 那在助教分享之前呢 也和大家来说明一下我们本期课程的一个 毕业条件跟优秀毕业条件 那首先的话我们本次课程的毕业学员的话 是需要在我们的10月25号之前去完成我们三次的一个作业 并且我们单个作业是不低于六分的这样一个情况 就可以去获得我们的第二次毕业证书 以及我们的内推工作机会的一个内推机会 那同时的话其实也可以同步上传到我们的Zili榜单上 去获得效应的一个积分 那我们所有完成了 所以所有达到我们毕业学员要求的同学也同时可以瓜分到我们500元的一个奖金池 那另外的话就是优秀学员 优秀学员是需要一个是按时的去完成我们六次的一个TESC作业 并且评分在五十四分级以上 或者说参与到我们2024波哈黑格苏曼谷站的这个报名比赛当中去 成功的去报名并且成功提交项目 就可以达到我们的优秀毕业学员的一个要求 那优秀毕业学员的话 一个是他可以获得电子优秀毕业证书 同时优秀学员可以总共去瓜分到我们2600块钱的一个奖金池 另外我们的工作内推机会也同时会享有 另外我们TESC这个评分的前十名 也会获得我们指示版证书和我们的一些周边的奖励 那同样的在Zili榜单上面 也会有相应的一个积分的一个奖励 好的那如果同学们之后的话 就是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 也想要去再参与到我们的项目实践的话 也建议大家去参与到我们的这个二战四波卡黑格松的曼谷站的这个比赛当中去 就是有想法的同学可以在我们的这四个赛题里面去选择自己感兴趣的去进行参与 那另外的话如果你没有想法的话也可以来报名 那其实我们也会协助你去进行这个组队 那这个比赛的话会在7月23号的中午12点来截止 那大家可以根据自己这个时间的安排来去合理的去安排自己的这个项目开发的节奏 好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今天是邀请到了我们的主要老师凯超老师跟我们的助教杭彪老师来到了我们今天的直播中 那接下来的话我们就邀请我们的助教来进行技术分享 那我们把时间就交给我们的杭彪老师 好的我共享一下屏幕 好的 这样这个桌面大家应该可以看到了 嗯可以看到 OK那咱们就回顾一下这个XEM这一节的一些比较有基础的内容 其实这个作业本身的话其实是不难的 所以咱们可能就大概再讲一下这节比较基本的概念 对然后我们可以大致地演示一下就是如何使用这个XEM的他的teleporter的功能来这个进行呃的原生的代币的跨链的转账 对然后最后我们再看一下一个同学的参考作业了 呃那首先呃如果你没有呃看过这节课程的视频的话 那呃呃要理解什么是XEM 其实呃网上也已经有很多这类的这个问答了 比如说我们可以去这个substrate的stack exchange上面去呃 他的这个XEM的这个问题的标签下面你可以看到呃有有已经有一些呃问题 他是带有这个XEM的这个标签的然后你可以通过呃这里的这个过滤过滤器来这个呃比如说按照他的这个问题的呃最常见的这个呃出现的这个频率来进行排序 那么他的第一个这个问题的话就是说呃我应该如何使用XEM来呃转移我的这个资产 对所以说呃呃其实你看到这个问题其实也应该理解就是XEM它它是可以用来转移资产的 对那一般它可以用来就是说在呃不同的链之间来进行呃资产的转移 嗯呃也就是下面的这张图里面展示的比如说我们的呃Alice她的她想要从呃A这条链 然后给B这条链上的这个Bob地址转移 对呃像呃一般情况下的话呃你只能够在这个你的这个一条链的这个封闭的这个环境下去进行这个转移的这个操作 对然后呃呃他这个XEM他所支持的这个呃两种这种资产的转移的模式呢一个叫做呃Teleport 也就是说呃我直接呃把这个链A上的这个资产相当于给他暂时的呃销毁掉或者说给他呃 呃Lock到一个没有办法访问的一个地址里面然后重新在呃B的这条链上去重新的呃铸造他或者说从一个预先预留好的一个呃呃比如说呃 呃被Lock的这个地址里面去给他呃重新的把这部分资产给释放出来对这个就是呃Teleport 然后另外一种这个转账的模式叫做reserve base transfer呃这个可能就比较呃抽象一点呃呃呃如果不使用这个crypto里面的术语的话就这就好比比如说呃你的这个你想要从微信里面去给某个支付宝的用户 去进行转账那那那那一般我们都知道我们可能需要先通过这个比如说中间的一个呃我我需要把我的这个微信里面先提到一个呃银行 然后我我再通过银行银行里面的这个账户然后转到B的账户然后再让呃B的这个用户再把他的呃这部分钱给转到支付宝对吧呃这个我我觉得是有点类似于这个reserve base transfer的这种呃他的这个模式的呃也就是说呃首先呃A和R之间他是呃有他是需要满足一定的 这个这个呃条件的这个呃条件的也就是说我的这个呃A上的这个他并不是发行这个资产的这个呃这一方呃我的这个资产实际上是在这个呃链R上进行维护的然后你A上的资产他只是一个呃能够1比1兑换这个R上的这个资产的一个衍生品那他必须要保证呃你你上面的这个A的这个 数量必须要能够完全的对付到你的这个R上面那同样的这个关系呃B和这个R的关系也也需要满足这个关系如果你只是呃单纯的把你的这个链A上的这个数字去减去一部分然后在链的B上的这个余额嗯你再那个加上这个数字的话实际上呃你最后在这个链 而看来嗯这个账是对不上的所以说呃你还是需要那个通过这样的一个呃中间的这样的一个reserve的这个链来执行这个呃转账 那那其实除了呃跨链的这个资产的转移之外呃XEM他还是呃他还可以实现这种呃远程的呃比如说智能合约的调用呃这张图是从这个这个Moonbean的呃文档里面去呃我把它扣出来的就是说呃他自己使用了这个XEM的 一个方案的一个方案来实现呃我在一个呃其他的这个平行链上可以实现调用呃Moonbeam上的这个呃以太坊的这个pallet的呃也就是说像传统的呃我的对他的EVM的调用的话我我这个用户是需要在直接在呃Moonbeam这个链链上的但是呃通过XEM的 这种消息的话他可以呃从任何一个支持XEM的呃这个平行链上去发起呃这个调用对但是呃他这里当然是做了一些修改因为呃呃我们知道就是Moonbeam他的签名方案并没有就是使用我们的这个substrate默认的他的SR25519呃他用的是以太坊兼容的 这个呃这个呃ECDSA所以说呃他的呃呃用户如果从其他的平行链上去签名的这个消息他是呃使用SR25519的这种呃方案去进行签名的所以说如果你使用原生的这个EVM的呃验签的方式他是没有办法去直接验证的所以说呃他中间做了一些呃转换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呃去通过这个链接去了解一下就是他在这个基础上去做的一些呃适配呃然后下面的这个呃我们就可以回顾一下XEM相关的呃一些基本的概念了就是呃下面这些内容都是从呃那个一个线上的呃 呃那个叫做什么PPA就是Pokadop blockchain academy的那个课程里面的那个PPT里面我抠出来的呃如果呃大家需要更详细的去了解他的这个一些内容的话大家可以直接去找到那个呃那个课程的呃在线上的PPT呃以及他在YouTube上也是有 呃相应的这个呃相应的这个呃视频的那个讲解的那个人好像就是Gavin Wood本人就是但是这个介绍的这个这个入门介绍的这一节可能就有呃一个小时左右 然后还有一些呃然后还有一些呃其他应用对我这一直看了这个入门的那一节所以可能这个呃不会涉及太多复杂的东西对然后首先这个XEM的话它的这个全称就叫做呃cross consensus message然后它是相当于是一种消息的呃格式呃你也可以把它理解为一种呃描述呃在 在不同的这个这个共识系统的这个共识系统之间去呃进行交流的一种语言然后它的呃它的描述能力是呃首先它是比较强的不然呃不会把它叫做呃一种语言对吧然后呃你可以具体通过这里的这个链接去了解它它的一些呃技术上的一些这个呃就是 标准是标准就是它的呃呃呃呃包括它所目前所支持的一些呃指令然后当当中的一些呃概念的定义等等等等呃呃它是有一个这个呃技术上的一个比较严格的标准的它都在这个XEM format的这个文档当中它有呃具体的描述啊我们可以在这个 这个浏览器当中去查看一下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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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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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他要解决的问题 然后他这里也就是说明了就是他的 他需要满足的这个4A的这个设计的目标 对 然后下面就是我们的XCVM 然后这个是一个比较技术性的文档 对 所有的细节其实都应该在这个文档当中 已经列出了 对 然后可以继续回到PPT 然后他这里说的这个 Consensus System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就是他 到底是什么意思 他这里就是说Consensus System 就是说他既可以是一个链或者是一个合约 或者是任何的一个 单体的状态机 这好像听起来就是有点那种学院派的描述 但是在实际操作上其实你就可以把它理解成 一种跨链的这种消息格式的 一般我们也不会说XCM是什么跨共识的消息 我们一般也就是直接说跨链消息传递之类的 所以说我们在右边看到这些比如说 这里的relate chain还有parachain或者是他们的 当中的单个的这个account 还有我们的下面的这个 parachain当中的parachain以及这个parachain当中的 下面的smart contract 其实他都可以用他这一套XCM的语言来进行描述 也就是说他的这个 这里的每一种比如说账户或者是parachain或者是relate chain 他在他的这一套体系当中他都会有一个 能够描述他的位置的这样的一个 一种表示方式 那么他这里引入了一个虚拟的universal location的 这样的一个概念来表示 所有的这种不同的 共识系统的他的parent 也就是说他的这些 共识系统 他规定了就是说 不同的共识系统之间可能会存在这种 负籍或者是子籍的关系 对然后一个 共识系统他最多可能只有一个parent 如果他并没有实际上并没有parent的话 那么他的parent就是这个虚拟的universal location 那么那么有了这个universal location的话 我们就可以从这个 结构当中去从任意的一个位置 去描述另外一个位置的这个 去描述另外一个节点的位置 比如说我从这个smartcontract A 我可以从这个 结构上去往上走三层 然后再往下走到他的parent B 然后再进入到他的account A 所以说他有三个parent 然后再往下走到通过parent B 再走到这个count A 他有点像这个unix的他的文件系统的那个目录数的记录 然后我们可以在下面的这个地方看到就是对于这个location的一个具体的一个描述 然后它是用来就是 然后它是用来就是 叫做multi location的 然后在V4的时候 他就把这个名字前面的multi给去掉了 所以说在后面的这个 PT当中他可能用的就是location 但是他有地方文档还是没有更新 所以你可能会看到这个multi location 然后我们后面所看到的他的multi asset 对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个location当中他就会有两个字段嘛 他可以用这种 Rust的枚举来表示 一个就是说他的这个 呃他的这个 不节点的这个数量就是说我需要 往上走多少集 然后呃 我在往下走多少集 这个interior的话就是说 呃就是这个 地址后面的这两个部分 你可以看到这个 X2的这个 呃 原主的话他里面就是有两个这个 元素一个是这个 ID为1000的PairChain A 然后他同时 需要去 访问到他下面的这个PairChain当中的这个 AccountID32的这个账户 对他所指贷的就是说这个PairChain下面的这个 某个账户 然后这里的呃Interior location的话 实际上啊 你可以看到就是这个 Multi location当中呃除了Parents的另外一个这个 呃字段对 Multi location 然后这里的 像这个Location的他的Interior的话 他就是呃这个PairChain ID为50的PairChain 呃然后呃Interior呃这个 呃这个 就是两个不同的Location之间的呃关系 如果说A当中的呃状态的变化 他会他意味着B当中的状态也会发生变化的话 那呃A就是Interior 一个ToB的也就是说A相当于是他的呃B的一个内部的状态 呃那实际上就是在在这个这个 呃图当中你就可以看到相当于我的A 呃我的AccountA是PairChainB的这个呃内部的一个Location 呃他也是这个整个RelayChain的一个内部的Location 也就是说我我AccountA的呃状态的变化 他就意味着PairChainB的状态的变化 呃他也会导致这个我的RelayChain的状态的变化 因为呃他会反映到他的这个 区块头当中呃那 如果是 AccountB的状态变化的话 他可能就不会他就不会影响到这个呃PairChainA当中的 呃状态所以说呃他两者就不存在这样的关系 嗯一般来说呃呃Interior的话就是说是 这个某某个节点的他的这个直系的这个呃 child或者说呃间接的这个child 然后呃像我们这两个例子里面你可以看到这个呃PairChain他后面会带上一个数字这个就是 我们用来在这个这套XCM的这个语言当中去呃描述这个不同的PairChain的这样的一种方式 每个PairChain他会有一个唯一的PairChain的ID 然后你可以从呃我们这个Poketan的呃呃呃这个DeveloperConsole里面去查询呃这个PairChaininfo 排列员里面的这个PairChainID的这个承储项 对不同的car chain的话 它是有不同的ID 然后下面就是资产的表示 然后这里的资产的表示 其实也是和location相关的 你可以看到这里的资产的这个结构体的话 它是由我的这个一个ID 还有这个fungibility来表示 这个ID的话实际上 其实就是用这个资产的location来表示的 然后这里的fungibility的话 它分为两种 一个是同质化的 另外一种是非同质化 像同质化的话 它就很简单 它就是用你的这个同质化资产的 一个唯一的ID来表示 那非同质化代币的话 它这里就复杂一点 它这里还有一个asset instance的一个类型 我们就不需要再详细的去介绍这么多的细节了 那总之 不管你是哪种资产的话 它都是asset 那在XCVM当中 它操作asset的这个 它的指令实际上都是可以通用的 就是说 不管你是哪种asset 你都可以使用相同的这一套指令来进行操作 那么我们可以使用这里的asset filter来去 比如说指定你的比如说一个asset的数组当中 比如说你可以通过它来筛选出某一某一个类别的这个asset 比如说我是要匹配出你当中所有的这个资产 或者说我我只需要你当中的fungible的资产等等等等 它主要就是通过asset filter来进行实现的 那下面的这个XCVM的这个的话就是一个用来解释我们的这个XCM消息的这样的一个虚拟机 那这里的消息的话实际上也就相当于是一个可执行的程序 它可以被这个XCVM执行 也就是说每一条消息当中它都会包含一系列的指令 所以说我们可以去这个我们刚才的那个文档当中去找到就是XCVM当中所定义的所有的指令 这里指列出了depositasset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文档当中有没有其他的 实际上实际上要比这个多的多的多 对 我们depositasset就是它当中的一个 然后总共大概有48个指令 对 所以这里就没有办法全部都列出来 那这个虚拟机的话它是基于这里的寄存器的 然后这里你可以看到一些比较常用的寄存器 比如说holding origin 他们都是有着特殊的含义 具体它到底是在这个文档那个部分定义的 就是大家可以可以自己扫一下 我们这里直接跳过吧 然后下面一个就是容易和XCM高分就是XCMP 实际上它就是用来传递跨链消息的这样的一个传输的协议 然后它分为好几种一个是像这种纵向的消息传递 也就是说从我的一个parachain传递到relaychain 它就是相当于一个上行的消息 那如果是从relaychain到parachain的话 那它就是一个下行的消息 另外还有这个平行链到平行链之间就是进行消息传递的话 那就叫做XCMP 但在XCMP它完全实现之前它有一个比较更加弱的版本 就叫做hrmp 就是在质量符上都已经能够非常直观的体现出来 然后这个就是从Gavin Wood他的PVT当中提起出来的 这个就比较有意思了 他自己就是说XCM就已经是表示我的一个跨链或者说跨共识的消息了 我们一般就不会再说这个XCM消息了 因为XCM本身就代表一个消息 就好像我们不会说atm machine 因为atm它的这个m就已经代表machine了 类似还有比如说我们的这个pdf格式 很多人说这个pdf格式 但是f已经是格式的意思了 所以这个用词上可以就是如果你想要严谨一些的话 就是你可以参考之类的建议 就是如果你想要表示这个跨链消息的话 你就直接说XCM就可以了 然后就是XCM和XCMP是不一样的 对因为XCMP的话它是实际上是传递XCM的这样的一个protocol 对它是一个传输的协议 对它并不关注你的这个消息的内容 然后下面的话就是这个课程的一些总结吧 就是目前最新的这个XCM的版本是B4 然后目前它能够应该目前Kusama和Propodouch之间也已经有了这个一个bridge了 所以说我们应该是可以在他们两者之间去进行这个跨链消息的传递了 然后同时它也可以支持除了转移资产的话 它也可以用来进行这种跨链的智能合约的调用 对然后还有我们刚才提到它的两种这个资产的转移的这个模式 一个是teleport还有这个reserve based transfer 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个这个teleport的例子 其实在学习teleport 学习XCM之前 我觉得大家至少都应该去 这个Propodouch的比如说它的测试网上去体验一下就是 怎么样使用它的这个功能 那么这个这里的teleport的话实际上就是XCM的一个最最基础的一个应用 但是如果你直接去搜索Propodouch testnet的话 恐怕很多人都没有办法找到就是它的水龙头 其实它有很多个测试网 那这里我们为了简编起见就是我们如果是只只需要去体验它的teleport的功能的话 我们可以使用另外一个生态的它的这个测试网 这个就是engine 我们可以在subscanner上去找到就是它的网络的列表 可以打开subscanner 然后你可以在这里找到engine 它的relay chain还有matrix 以及engine relay chain的这个测试网叫做canary relay 还有这个它的matrix的测试网叫做canary matrix 那这里的engine relay chain和engine matrix的关系 实际上你可以从这里看出来 它的这个relay chain的话实际上就是这里的engine relay chain 然后它的这个engine matrix的话 就是这个engine relay chain的一个唯一的一条平行链 为什么它只有一条平行链 它也要自己维护一个这个relay chain呢 这个当中可能是有一些历史的 因为在很久之前engine matrix这条链 它实际上是波卡生态的一条平行链 它当时的名字叫做affinity 你可以看到就是它的这个原生的这个账户的地址前面 它是ef开头的 然后但是它后面的话它决定不再参与这个波卡的插槽 他打算自己去运行它的这个relay chain中继链 所以它就脱离了波卡的这个中继链 它启动了自己的这个relay chain 也就叫做engine relay chain 那么这两个链的在功能上的话 engine matrix实际上它是负责这个 NFT的资产发行的 这两个链之间的原生代币其实都是相同的代币 所以说我们可以使用这里的teleport功能 来在这两个链之间进行这个代币的转移 你可以在它的console engine.io 你可以在这里找到 它的console 这个其实是从这个Polkadot.js它进行修改的一个点端 然后你可以在这里看到它整个生态当中 其实就只有两个两条链 然后一般它接入的crypto exchange的链 它是通过relay chain进行接入的 但是大部分的这个用户的活动 比如说它这个engine生态主要的功能 实际上就是进行NFT的资产的链造 所以说它的大部分的资产是在这个matrix chain上 所以说一般来说 如果你去购买了一些 获取了一些engine代币 那么它默认是在relay chain上的 那这个时候如果你想要去和比如说你想要去 在它的NFT的marketplace上去购买一些NFT的话 进行一些交易的话 你就需要使用这里的teleport的功能 从你的relay chain 把你的这个engine代币去转移到这个matrix chain上的某个地址 对这个就是它的一个用处 那在下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里就是一个teleport的例子 我们先来看一个就是从relay chain 然后转移到carat chain的这个例子 你可以看到就是我们是从一个en开头的地址 就是转移到一个ef开头的地址 那这个en开头实际上就是relay chain上的地址的这样一个前缀 或者是这个parachain上的地址 你可以在这个消息的详情页面看到我们的这个 这条消息的sender还有这个destination 其他所使用的协议就是这里叫做dmp 也就是下行的这样的一个消息 因为在XM的术语当中relay chain 相当于是一个更上级的这样一个位置 然后parachain的话它是相当于在下面 所以说它是一个向下的这样的一个消息的传递 然后你可以通过这个链接去 然后你可以通过这个链接去 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看到它的消息的内容 这里有一个raw value 可以在这里打开 然后下面就可以看到这条消息当中的它的指令 然后下面就可以看到这条消息当中的它的指令 有一个receive teleported asset 可以查照一下就是在这个文档当中去查照一下 对这里的指令的具体的含义 对这个就是它当中锁定的一个指令 然后你可以在这里看到详细的文档 然后可以在这里看到详细的文档 然后这里的clear origin 从名字看你应该也可以猜到它就是清除这个origin 计算器当中的计算器当中的内容 然后这里的buy execution 这应该就是和你的交易费相关的一个指令 然后这里的deposit asset 你都可以从这个文档当中去进行 拿着 然后这笔交易的话 它是由于它是从relation发送到这个parachain的 所以它的你可以在这个地方找到它的这个发起方的这笔交易 对 然后这个就是它的一个交易的参数 它是勾造了这样的一个 这里的内容的话实际上并不是我们的这个xcm的这个消息的内容 对 然后你可以看到相应的事件 然后下面的这个例子的话就是一个反向的这个 teleport 我们是从我们这个ef的地址 然后去teleport到这个engin的这个relation 然后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上行的消息 然后同样的我们可以去浏览器上去打开 好像safari浏览器它是不会显示你的instruction的详情的对 大家可以就是对比一下就是两个消息的它的内容到底有什么区别 对我们这里就不再就是花时间去详细的去看 ok 然后对于本次的注意的话 其实大家只要按照老师的就是视频当中的演示的步骤去完成 我们的这个parachain的这个节点的编译 然后我们需要使用到这个zombinet的工具来启动一个本地的这样的一个测试网络 对 然后我们可以参考一下这个学号是689的这个同学的作业 因为我发现这个好像是唯一可以就是它是一个它提交的是一个比较完整的可以编译的项目对 然后如果你想要就是完成老师附加的那部分作业的话就是完成这个 PingPong的这部分的话你只需要把Pokedot SDK当中的它的PingPallet去添加到你的Runtime当中就可以了 对这个就是这位工学的提交 对他们是已经把这个PingPallet添加到Runtime当中了 对然后下面就是它作业所附上的这个截图 嗯 就是编译这个截定二进制 好 启动zombinet 还有对应的 啊 链上的事件 对应的是Ping和Pong的这个事件 我们都可以从这里看到 然后我的分享就是这些了 好的 那感谢我们航标老师所带来的这个 专业的分享 那老师这边的话是给大家去介绍了一些专业的这个 基础概念 以及也分享了一些 嗯 推荐的一些 比如学习的一些资料 那接下来的话就是我们的QA答义的这个时间 也就是给到同学们的这个时间了 那大家如果有疑问的话就可以提出来 刚刚我看评论区已经有同学在提问 那这个同学在问说 PairChain的ID是谁来分配的 那这个可以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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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irChain的ID应该是由 RelayChain上的速度用户来决定 嗯 分配的 你可以 应该是有一个相关的 嗯 嗯 交易来设定就是 来注册你的这个PairChain的ID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好的 那这个问题的话我们的凯超老师有补充的吗 我们那个call time部署的那些课 想要怎么去注册一个PairChainID 有一个交易可以接就注册一个 嗯 那这个同学可以看一下我们之前的一个课程的视频 老师我补充问一下 就是比如说 嗯 在这个RelayChain上有很多个这样的一个PairChain 然后每个PairChain的比如说我也不知道你存在 你也不知道我存在 那我们都把ID定成1000 那不就会有问题了吗 所以他有没有一个这种全局的这种分配的一个组织 或者说是一个机构来去做这个事 中级链当你去注册一个PairChain的时候 首先要去注册一个PairChainID ID是低增的从1000开始 然后1000以下没有用 没有用的原因可能是reserved 也有可能其他的原因 反正就从1000以上 然后1000以上1000到2000之前可能是 就是一些系统PairChainID 然后2000以上可能是这个 就是非系统PairChainID 他可能有这样一个分配的方法 就是你当你注册的时候 他会就下一个就是你的 也不能自己去选 好的好的谢谢 好的那还有同学有学习中的问题吗 都可以开麦来提问 然后这个时间的话就是 大家可以自由的进行讨论 有个问题 现在还暂时用hrmp 然后xmp还没有大规模使用是吗 没有目前没有实现 就是功能也没有 就是那个代码还没有实现 可能有一个这个 圆形吧 主要是网络层的那块 实现起来比较复杂 OK 谢谢 好的 目前其实我们课程的视频 已经全部更新了 但是我们其实第四课 第五课的作业 其实提交的同学 还是比较少的 所以大家如果 对作业这一块有疑问的 也都可以提出来 有疑问的问题吗 当然也可以不局 现在我们的课程内容上 那可以比如说 我们行业的一些最新的动态呀 就业求职上面 其实都可以来进行提问 那我们这个阶段的 这个QA的环节就结束 那最后的话 也跟大家提醒一下 就是一个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Task 5 截止提交时间是 10月11号的24点之前 也就是今天晚上的24点之前 那大家可以 找点时间来去提交我们的作业 我们现在作业 Task 5的难度 其实也已经没有那么高了 那大家也可以尽快的去提交 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目前课程的 这个视频已经全部更新完毕了 那大家可以安排时间进行观看 然后Task 6也同样的是 在下周五的晚上截止提交 所以大家也可以去安排时间 那第三点就是我们的 2024的波哈黑格松的曼谷站 目前正在报名当中 我们有很多的同学也已经 报名或者已经在准备了 那已经报名或者在准备当中的同学 也可以来找我来登记 那如果说你对这一块的这个比赛感兴趣 但是有疑问的话 也可以也欢迎来找我来咨询 那最后的话 如果说你在这个学习过程当中 还有问题的话 也可以积极的在我们的班级群里面 来及时的提出 那也记得去按照我们的老师跟助教 让大家可以来进行一个讨论 好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office hour就到此结束了 那直播结束之后的话 会有quiz的环节 那我们会以抢答的方式 来给大家复习一下 我们第五节课的一个指示 那参与到我们抢答的同学 将获得个人积分 那每周个人积分的第一名的同学 将获得红包奖励 那最后也感谢我们今天的这个 凯超老师和我们的 呃